本节目由脚尖流口水独家赞助播出 以前倘若有人问我iPad用起来怎么样 我完全可以花几个小时给它讲不重样的 但是倘若有人问我安卓平板用起来怎样 它呀 可能拿它看视频应该还不错吧 不怕大家笑话 之前我对安卓平板是真不熟悉 最主要的是公司的同事以及自己大部分设备已经入了苹果的生态 所以平板肯定优先选择iPad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我印象中 安卓平板大部分都像小米平板那样 屏幕不小价格便宜 拿着它看视频贼爽 是个买前爱奇艺买后也爱奇艺性价比超高的家伙 然而去年用了MatePad Pro之后 我才发现我错了 它除了爱奇艺还可以搞很多骚操作 从此我对安卓平板有了很大的改观 不过有些遗憾 大概是因为在国内的一些实际问题 让它总感觉和iPad比起来缺少了一些平板的生态 所以出国之后 我就对很多人给我说的最强安卓平板充满了向往 思考再三 我终于入手了这块三星最新的平板 Tab S7家 和目前大部分平板都偏向iPad不同 我觉得它的外形设计更偏向Surface 看 很长 装上原装键盘 Surface直呼内行 再加上在这横边上的摄像头 仿佛一开始就告诉你 这平板横着好使 倘若你和我是一个习惯了iPad Pro面部解锁的家伙 刚开始解锁肯定不习惯 为什么 因为你捏折摄像头呢 这样看来 MatePad Pro把摄像头放在脚上 反而就很科学了 横着放 竖着放 不管是解锁还是视频 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看来挖孔也有挖孔的好处啊 当然 也许因为不是支付级别的面部解锁 或者 又是为了让你有更多的选择 屏下指纹 它也同时兼备 至于快不快嘛 嗯 相信用过三星手机的朋友 你应该可以知道 点亮屏幕 这块优秀的2K的Super AMOLED屏 就呈现在你的眼前 同手机一样 屏幕的颜色非常好看 一张平平无奇的照片用它呈现出来 仿佛都变得更有生气了一般 放心 出门在外 屏幕的亮度可以胜任任何场景 最关键的 这屏幕还是120Hz高刷新率啊 配合AKG调教的四个扬声器 看视频怎样 大家自行感受一下 总之在屏幕和声音方面 三星值得信赖 当然啦 游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高通骁龙865加嘛 哎不对啊 为什么平板可以在2K分辨率下使用120Hz 但是手机却不行呢 行吧行吧 留给下一代吧 俗话说的好 普通平板它只能爱奇艺 而牛逼的平板嘛 它还得是生产力 因此键盘和笔必不可少 笔还是死喷 吸在这儿 很好 相比iPad Pro 它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而相比手机上的小撕碰来说 大号的撕碰重量也很轻 但是笔的握持感可不是好了一点半点哦 在屏幕上书写 除了保持了低延迟外 还增加了一定的阻拟感 让你有一种笔尖很软的感觉 同时在三星笔记中配合书写的沙沙声 简直和你拿着铅笔书写的感觉一模一样 个人觉得它真的是我目前用过最舒服的电子笔了 至于其他方面嘛 就和手机一模一样了 如有需要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我们以前介绍三星Note系列手机的视频 所以 如何把它当作一个好的生产力工具呢 对我来说 那必须得要剪片子啊 那把你的电脑给我呗 反正你也不用它剪片子 哎 对我来说 也没有那么必须的用它去剪片子 还是那个道理 能用和用的爽是两码事 安卓平板现在还没有一个剪辑软件能比电脑上的更好用 对我来说 手里本来就有了专业的剪辑工具 那更没有必要麻烦它帮我搞事情了 对它来说 呃不 或者对我来说 用它搞些轻量化的办公是最好的选择 写稿是我最主要的工作 这项工作靠灵感 位置不固定 带着它会比它更轻松一些 而既然要写稿 键盘必不可少 全尺寸的键盘用着那是相当的舒适 一切的一切都和你用PC的感觉一模一样 按键很大 触控板也很大 回弹的感觉很舒适 整体用下来得出一个结论 和Surface很像 特别是这一排安卓专用按键 配合平板使用不要太爽 可是 你打扰进来的 我关门的哟 哦哦 哦 慢慢来 慢慢来 对不起 我们先看看 现在我们下来的 专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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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背光 对于我这种长期熬夜加班又怕打扰到老婆睡觉的人来说 这下晚上写稿必须得开灯了 请你住我家 这下晚上写稿就必须到客厅写了 希望下一代能加个背光 毕竟这样影响生活质量 以前用苹果的时候你可以听到这样的交响乐 现在入了三星的生态之后 你同样可以听到这美妙的交响乐 而这时候你在什么设备上回复已经没有必要纠结了 然而还不仅仅如此 华为的多屏协作方便吗 三星也有 叫Samsung Flow 连接之后 看同样可以控制手机和华为的一模一样 你确定一模一样 这块屏幕占满了 还怎么多屏协作呀 你是不是傻 我不会分屏吗 这感觉有内味了 这样工作的时候手机就能放一边了 别人再也不会说你因为玩手机影响工作效率了 咱是要搞正经事的 想要手机上的照片没问题 文件没问题 安装程序没问题 文件夹也没问题 连上之后基本上手机有的都可以传到平板上 平板上有的也可以传到手机上 甚至你还可以为了方便调取 在平板的桌面上留下在Samsung Flow里常用的手机软件 比如说微信 那么下次我想在平板上打开手机的微信 直接点这个图标就搞定了 方便 对了 我最喜欢多屏协作的地方就是 你登录微信的时候 再也不用纠结需不需要把手机上的账号挤下来了 你看这下手机来了信息 平板一样的回复 手机来了视频电话 平板一样的接听 诶 诶 我脸呢 哦 原来还是使用手机上的摄像头 这就没有华为那样用什么设备接听 就用那个设备的摄像头科学了 并且还是存在一定的延迟 有时候甚至还有卡顿的现象 当然只是偶尔 不知道后续可不可以通过软件升级弥补一下 哦 顺便给三星的用户们提一嘴 Samsung Flow 最大的优势 其实是它不仅仅可以让三星的设备连接手机 而是 可以让现在所有的Windows电脑也可以连接你的三星手机 看 微信来了 消息也会提醒 想快速传输文件也没问题 当然 必须的 你同样可以在你的Windows电脑上控制你的手机 这下买什么电脑不用纠结了吧 不过平板功能虽好 没有软件生态也不行啊 虽然Office作为常用办公软件适配没问题 但是其他软件呢 呵呵 不用怕 你有看到For Samsung这几个字吗 有没有突然感到一点安心呢 没错 在三星商店里 很多软件为了专门配合三星的设备 制作出了三星特工版 这些软件对于三星的设备来说是非常的好用 特别是这个Lightroom 简直和我在电脑上用的感觉几乎一致 特别顺手 配合上Adobe的云存储物 今后在什么设备上修图 没那么重要了 怎么样 牛不牛逼 好用是好用 可是你说的很多都是For Samsung软件吧 还有很多软件不是For Samsung的 用起来怎么样呢 而且很多For Samsung软件现在国内是下不了的 那又有什么用呢 确实 有很多手机上常用的软件并没有HD版 因此这些软件在它上面使用画面上总感觉怪怪的 本应如此 但是 三星有一个非常好用的软件 Good Lock 在手机上 它可以帮你解决弧形屏误触的问题 而在平板上 它可以让一些软件变得看上去适配起来 打开Good Lock中的MultiStar 在I Love Galaxy Tablet中选上全屏 看到没 很多没法横屏的软件全都可以横过来了 并且大部分软件在视觉上都适配了屏幕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 它凭空增加了很多适配三星平板的软件 当然这种通过外部工具强行让一个软件适配的方法并不一定对每个软件都适用 比如 哔哩哔哩 在横过来点开视频的时候是没法打开全屏的 你只有将它竖过来之后 点击全屏 它才会全屏播放 唉 整体来说 这次在国外体验了一次完整的谷歌生态 虽然确实要比国内好用很多 但是对于我们常用的很多国内软件来说 感觉还是没有苹果生态那样强大 诶 我应该知足啊 毕竟其他平板还没有good luck呢 必须的 倘若你想体验类似桌面级系统的快感 Dexi系统也必须拥有 由于键盘自带触控板 因此相比MatePad Pro桌面模式下 它会好用很多 毕竟MatePad Pro如果要用桌面模式 你还得随时准备一个无线鼠标 这不把事情搞麻烦了吗 所以华为想要平板的电脑模式好用 赶紧出一个带触控板的全尺寸键盘 比什么都好使 嘿 你不是说三星的平板 怎么说了华为上去了 咳咳咳 言归正传 在这个模式下 你同样可以使用Samsung Flow进行多屏协作 并且加上很多For Samsung的软件加持 你用它干一些事情 真的和电脑没太大区别了 值不值得买 由于节目时长的问题 三星平板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到 比如如何设置Good Lock会使平板更好用 比如如何把它当作一块Windows电脑的副屏 等等等等 要把它讲透彻需要太多时间了 等今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来讲讲其他功能吧 但总的来说 它屏幕不错 音质也不错 配上好用的键盘与Spin 再加上一个可玩性很高的系统 确实是一块非常好用的安卓平板 不过前提是 你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它 不知道为什么 三星喜欢把他们的东西搞得很深奥 就像Samsung Flow和Good Lock 这么好用 这么有特色 的软件 在产品的介绍页面中根本无处可循 这会让买了它的人 很有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 让很多人用了之后觉得也就那样 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些好用的功能做简单呢 为什么不能在产品的页面中 多介绍一下呢 不明白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它好用是好用 但用了这么久下来 在软件层面上 我觉得还是没有iPad用着舒服 总感觉安卓试配平板的软件相比苹果还是少了一些 大概这是天生的缺陷吧 毕竟看到已经有这么多For Samsung的软件了 作为三星的用户或多或少也感到欣慰了 1090毫安时的电池加上支持45瓦的快充 所以在续航上你压根不用担心 目前国行版售价加上键盘 8,299元 个人觉得这个价格有点小贵 喜欢搞事的人我觉得可以购买 不喜欢搞事的人嘛 我觉得就没有购买的必要了 毕竟那些简单的事哪个平板不能做呢 因此三星Type S7家获得外观8分 功能9分 质量9分 性价比7分 易用性6分 最终获得主观综合评分7.8分 在你的心中 三星Type S7家能够得多少分呢 欢迎扫描屏幕上方这个二维码 或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哦 感谢你收看本期三星Type S7家的节目 倘若你觉得我的观点还有点意思 不要忘了点赞 然后转发给你的朋友哦 今年冬天好冷哦 多穿一件吧 再来一件 这次还能披一件吧 还是冷啊 太短了 太薄了 湿的还没看 好冷啊 亲爱的 来 接过这包零食 我冷 不是饿 临时抱佛饺 不如临时包 佛饺 TESTV 佼佼流口水 年货大礼包 暖胃又暖假 好 首先我们佼佼流口水 天猫店来给大家上个电视哈 这个好心心心心心心面说好吃 老公是老粉 自己吃不了辣 非要买 这位美女 先表扬一下你的铁丝老公哈 干得漂亮 没得事 我们的小面不放辣椒 一样好吃 不吃那里 小伙伴们 大家放心购买哈 嘿嘿 提醒大家哦 我们脚尖流口水天猫店 你年货节已经开始了哦 有299 499两个大礼包 送人自己吃都划算 关键是里面还有礼品 关键是还要抽iPhone 12 Pro Max 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天猫旗舰店看一看哦 今天晚上8点 B站 房间号545189 我和群雁直播给大家讲一下 年货节的礼品 年货节的手机都难过 抽给大家 送给大家 大家有空的 一定要来哦 嘿嘿